好那接着如果说我们看到他家的床头 你就要点这个床头 像我家里床头是朝北来讲 我们就点北 那这里跑出一个北 我们一样推论过去 那很明显的你会看到这里就写 家庭运势分析家中的床头朝北方 那在2019年 英历的一月份 二月份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个月份都有了 然后他每一个月会碰到什么样的现象 这个每一个月都有 都有分析 当然都有好有坏 那我们学这一套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推论 如果说还蛮准的 那我们要如何从今天以后 要如何来床头要改变 或者是公司的椅背要改变 店铺的收音机要改变 或者是我们穿衣服的颜色要改变 能符合我们每一个月 要财得财 要事业得事业 要贵人得贵人 那怕你穿错衣服了 刚好是下个月 你又穿下个月是水月你又穿黑色的 那当然就是大胸嘛 所以希望 只有这一套软件让你学的不是很清楚的时候 他能够帮助你能够在每个月 能够穿对衣服 甚至每天都穿对衣服 好 这个部分 我大概 解说 那一样 老板的椅背也一样 我们看老板是看老板椅背 所以我们要点这个C 那他老板的椅背如果是朝西南 好 那我们点下去以后 一样按3 推论过去每年每月的运势 那他就是这里就会有写老板的椅背 代表公司的营运状态 他是朝西南 每个月 1月2月 你看大凶大吉大凶大都有嘛 那如果您用所谓这是预测 也就是推论嘛 那你如果是学习改变 你就可以把 这个 大凶大凶 大凶大凶 这四个月的大凶 未来你就会 这四个月该怎么 预备该朝哪里 就会变成是大吉 这个就是我们 学习这一套八字 穿意风水 改运速的一个最大的优点 这个是属于 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一样看店铺也一样 他店铺朝哪里 朝南的话 我们断下去以后 都会在这里 所以他这一套 总共有四种可以断 好我们接着 休息一下